好那我們這一節來講 怎麼樣申請借利庫這套軟體的使用方式 一樣就在你的網址列 在網址的地方打bit.ly-j-free 這個單字 然後按Enter 然後就會跳到這個網站來 這邊有個立即體驗 你就按一下立即體驗 立即體驗的時候 這個步驟希望大家使用PC去操作 當然你要用手機也可以啦 可是 比較難操作啦 因為 第一次設定的時候 建議用PC去操作 等一下到後台的時候 還會有一些設定必須去做 必須去做好設定之後 你才能夠利用拍影片的方式 來達到這個 自動發送 郵件的這個效果 所以剛開始你第一次做設定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用PC去做設定 那你第一次呢 你就去申請一個帳號 譬如說 第二個欄位這個email就填你自己 經常會使用的email 然後自訂密碼就是你自己取一個你自己的密碼 然後手機要填正確 好 這時候呢 預設會有勾這個 唯一省略過 接力鋪使用規範機裡面的聲明 然後按註冊 按下註冊的時候呢 他就會跳來這個註冊完成的畫面 然後你要注意喔 他有說 我們已經寄出一封電子郵件 照您註冊的信箱 請點擊信中的連結 才能夠認證成功 完成申請的程序 所以 此信件 包含您登入本系統使用的帳號密碼 請妥善保管 好 記得喔 這方信件你一定要去點選 這個確認連結 這個確認連結 那如果你不點選的話呢 你就沒有辦法做下一步的動作 好 我們先去做一下 先去搜一下這方信件 如果你是Gmail的話呢 就到你的Gmail去搜信 我這個是我用自己公司的email 所以 我的介面跟你長得不一樣 你要去搜你自己的email 用手機搜信也可以 好 這邊確實有收到一封信件 就是這一封信 寄件只是借力庫客服部 然後阻止是借力庫 體驗會員電子信箱確認信 然後把它點開 你會看到這一串 它寫 Hello 某某某 我剛住的是劉曉晨嘛 所以歡迎你使用 請點擊以下的連結 確認你的電子耳機信箱 就是這一條 這個連結 請一定要點 然後這個帳號 你可以用你的email去當成帳號登錄 那這個是他 授予你的 給你的 分派給你的帳號 你可以不用記 沒關係 你 一定要記得的就是你自己的 登錄的email 還有你的密碼 好 那你這個要保存好 那記得點這個確認連結就點一下他 那我現在要用另外一個瀏覽器 用這個瀏覽器 我不要用原本的瀏覽器 因為原本的瀏覽器是我的 由方域本身的帳號 然後我現在要用另外一個瀏覽器 這樣才能夠有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 不同的帳號登錄 好 然後第一次你要按這個會員登錄 而在這封信裡面呢 我看一下剛剛那封信 好 這封信裡面呢 你注意看一下 他有跟你說 當您成為會員請先別急著下載App 因為他有手機App 您必須先使用以上的帳號密碼 自借利庫首頁 就是這個 這個網址 你要先登錄這個網址 你可以點一下 點一下就直接到那個網站去 就會到這個網站來 好 然後你就照著信件的內容照做 第一步就是你先會員登錄 那這邊就是寫帳號或email 有沒有 那如果你真的忘記了 如果你剛剛沒有收到那封信的話 你剛剛如果沒有收到這封信的話 我不用緊張 你可以到他的 借利庫的網頁去 就是借利庫.com 去會員登錄的地方按這個補記認證信 不記認證信 你就可以 再 重新讓他發送一封這個認證信件 讓 讓你去點這個連結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已經申請完畢了嘛 我就可以登錄了 然後密碼的地方 輸入你申請的密碼 那記得這邊要點一下 輸入這個 辨識碼 小寫就可以了 他不會管理大小寫 L-A-D-I 然後保持登錄狀態預設是打勾的 那記得你按全球會員 你不要按中國會員 按全球會員 OK 然後他告訴你說 接下來我們會引導你如何快速的使用借利庫 這期間並不會影響現有的設定 所以當你看完完整的教學請回到後台去 依照教學操作一次就可以 可以輕鬆使用借利庫 按確定 剛開始這一頁呢 他只是告訴你說 使用借利庫的一些流程 那你就跟著這個流程 看完他的說明 他說明 裡面會有流程的 點選 他跟你說 點我你就點他 你才有辦法跳到下一頁 這邊他有告訴你說 為了讓您可以快速的上手使用借利庫 即將開始引導您 逐步操作 請依照 接下來的指示一路操作 當操作完畢後 下載 名片全能網App 和借利庫的App 要下載這兩個App 就可以開始使用 換名片就成交的威力 注意 引導過程中 因各種狀況而沒有完成的話 下一次進入本網站還會 從此第1個步驟開始執行 請您空出15到30分鐘的時間 完成借利庫的初次設定與上手 好 他意思就是叫你一定要把他看完就對了 因為有很多人他懶得看這個說明 結果就 進去的時候就什麼都不會用 那就不好用然後就跳走了就不用了 所以 一套工具你如果沒有花個15分鐘到30分鐘的時間 去好好的研究他一下 那 很可惜 這個 賺錢的機會就跟你擦身而過 那你就按這點網群組 他的意思是說你第1次的工作必須去建立一個新群組 登入之後的第1個工作必須去建立一個新群組 然後點在 這裡開始建立新群組就點這個按鈕 然後他這邊有說明說 這是你自己看的 例如新名片 舊名片 郭小同學 就是這個群組名稱啊 你必須去取一個 群組 這個群組叫 這個群組到底做什麼呢 就是將來你在用手機拍名片的時候 那這個名片的資料他會進去某一個群組裡面 因為你出去社交場合去跟人家換名片 或者是你去收集這個名單的時候 你可能每一個名片的屬性不同 比如說我去青商會那這群人呢 都是我在青商會換的名片你就可以跟他們說 你好很高興在青商會裡面結識 然後 這些人 下次如果是 又到其他譬如說福人社好你到福人社去換名片 那 福人社的群組你就可以自己再建立一個福人社群組 青商會的你就建立一個青商會群組 這樣子對你來講比較好管理名片 那 你也可以 不要從地點的地方去做群組的區隔 你也可以從這個客戶的屬性 譬如說這個都是女生的群組 這個都是男生的群組 因為看你賣的東西 是符合男性或女性 或者是說你依照年齡層來分群組的類別 當然也可以 然後你的名字 寄件就寫你自己的名字 姓名就是你想讓別人看到 你寄email過去給對方的時候 你想讓別人看到你的名字是什麼 你就寫什麼 假設你是 譬如說我是劉奶爸 寄件我就會寫劉奶爸 方域 方域是我的本名 那這樣讓人家知道說 因為有人知道我叫劉法 劉奶爸不曉得我的本名 所以我就會直接寫 逆程比較多人知道的名字 那信箱就是寫 你自己的email信箱 對方收到email的時候 他按回信的時候 他回到這個email去 所以你記得 因為我們在發信的時候 那個 發信主機不見得是你自己的 有可能是借利庫本身提供了發信主機 好 所以 我們重點是 對方如果回信的時候到底要回到哪一個email去 所以重點就是這個 email你要寫你自己的 那回信的時候才會回到這個你自己的email去 那右邊的簽名檔很重要 他這邊有範例 就是簽名檔你要打上 某某公司啊 某某你叫什麼名字啊 還有你的聯絡方式 譬如說你的手機 你的地址 或是甚至你的Line的ID 或是微信的ID 甚至是你要插入你的照片 都可以 我是建議我都會插一張照片啦 所以我會建議你插入照片 因為這樣對方比較記得你是誰 甚至 你跟江湖的 你自己的 名片的照片 你也放在這裡 這邊如果有名片的照片的話 那人家看到你這張照片 喔這個名片我交換過 有印象 好 然後呢 在下一步按這個下一步 好 這邊要告訴你的就是說 今天你在拍名片的時候 你要 你要把名片裡面的那些拍到的資訊 全部都放進來這個接力庫系統裡面的資料庫嗎 還是你只要 姓名 電子信箱跟手機就好了呢 那 由你自己決定 如果 橘色的部分代表你想要 獲得的資訊 那他 因為我們拍完名片的時候啊那個 名片全能網做到軟體他會去 把每一個欄位都放進去手機裡面 但是他要同步到雲端的接力庫的時候 他只會去同步這些有橘色的部分 喔 所以 你 一般我們 我自己啦 我要發 Email跟手機簡訊 還有我要知道他的姓名 那我只會要姓名 電子信箱跟手機三個欄位就好了 三個欄位就好了 那 如果你要再做得更仔細一點 讓對方認得你 記得你的話 我建議這個 稱謂和認識原因也要放上去 稱謂就是 某某老師 或某某 先生 某某大哥 認識原因就是 我在哪邊跟你認識 譬如說在青山會跟你交換名片 所以 這樣就會比較親切 讓人家 不會想要刪掉你的姓 讓人家知道 你是誰 跟他在哪邊認識的 這是蠻好的方法 所以 我會建議你 你如果願意做仔細一點 就是 姓名 電子信箱 手機 稱呼的認識原因 那這邊他還有 名 和姓 分開有沒有 這個主要目的就是讓你在 稱呼對方的時候可以再更親切一點 就是 譬如說 方鈺老師 名 加 稱為 方鈺老師 您好 如果你是姓 只有姓名他就會寫 劉方鈺老師您好 可能就比較沒那麼親切 所以名跟姓如果再分開的話 這個 效果就好 我就覺得蠻不錯的 所以你可以 依照他的建議就是 姓名 電子信箱 手機 稱為 認識原因 還有名 和姓 公司就不一定要了 然後點選下一步 那這一頁就是告訴你說 選擇一個範本 範本的意思就是 今天你跟他換了名片之後 名片輸入到接力庫系統的雲端資料庫之後 這個接力庫他要開始發送 跟進信件 譬如說 交換完了第1天發第1封 交換完了第2天發第2封 然後接下來可能是第5天發第3封 可能 再過5天又發第4封 那 發的內容 你可以 選一個範本 那 你可以選這個 套入新交換名片的 郵件範本 然後 這個是說 套入以前的名片 郵件 郵件範本 這個是把以前的名片拍到這個群組 然後這個是新交換的名片放這個群組 好 那 後面這個我們不需要用到 因為我們都是新人 那我們先 我們先選這個 套入新交換名片範本 然後 或者是說你不要用他的範本 你要全部自己寫 那你就選第1個 我要自己寫信 你覺得你自己的文筆比較好 你不要用他的範本 你自己寫 那你就選第1個就好了 像我一般都是選第1個 那 我但是我可以有不同的範本 我可以在另外建群組 然後我選第2個 這是OK的 看你交換到這個名片 你要給他什麼樣的新建範本 你就自己去 創建不同的群組 給他不同的郵件範本 這是OK的 接下來我們點這個 下一步 然後 按這邊 選擇範本 這個範本 他就會出現說 因為他套用範本嘛 可是你要先給他一個 你自己屬於你自己的關鍵字 所以 你這邊要有一個 專業你的專業是什麼 這邊的舉例說理財啊保險啊房子啊設計啊 那 譬如說你的 專長是人脈經營 你要給別人的資訊是這個人脈經營 然後 這個自我介紹就是 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 我是接力庫展示員 那 你一旦填完之後啊 你這邊按一下 預覽啦 他底下就會出現這些內容 他會即時的預覽 信件內容 就是 第一封信他會寫說 親愛的小明經理 小明就是 對方的名字 他這邊是舉例啦 如果你拍到對方的名字是小明的話 他自動帶入對方的名字 很高興因為 借力庫說明會 能夠與小明經理結識 這個借力庫說明會其實就是 你在手機拍照的時候啊 其實他會秀出這個認識原因的欄位 那他就會帶入那一個欄位 你可以自行輸入 然後 借力庫展示的主要專長是提供 人脈經營的相關商品與服務 這個人脈經營其實也是 這邊帶進去的 人脈經營 所以譬如說如果你是理財的話 這邊就寫 提供理財的相關商品與服務 所以這個就是他預設的範本 你如果不想自己寫 那你可以用他的範本 未來有機會 讓彼此能更進一步了解對方 共創合作機會促進更多商機 祝小明經理有美好快樂的一天 借力庫展示帳號近期 這個借力庫展示帳號近期是 他自己的簽名檔喔 所以你自己的簽名檔就會帶你自己的簽名檔 然後你看 他還有第2封信在這邊 第2封信 我是之前在借力庫說明會與您結識的借力庫展示帳號 希望能更進一步了解小明經影片 這個範本喔 你可以自己去修改 所以你除了可以自己寫之外 你可以用他的範本 然後去修改他的範本 我們在這邊按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提交 你寫完就是提交嘛 所以在下一步要做什麼呢 就是到任務的地方去 所以剛剛我們第1步是設定群組 設定群組 然後第2步就是去設定任務 所謂的任務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發信 發信這個叫做任務 然後 我們有系列性的任務 這邊有 請點這裡可以看到你新增的群組 並新增或修改信件 好我們就要點一下這個任務 好就在這個地方他進入這一頁喔 然後這一頁你就點選這個系列任務管理 所謂的系列就是一系列的信件 我們就把它稱為系列的任務 那你點這個系列任務管理點進去之後啊 就會出現這個 你下拉的時候就會出現你自己建立的群組 然後呢 這個群組你選了這個群組之後再去按 Go 按了Go之後他會秀出你目前的群組裡面有幾封信 如果你都還沒開始寫 那個就是全新的一封信都沒有 你就可以按新增任務的地方 新增任務這邊有解釋 就是增加要發的信件數量 這一個系統啊 它是 系列性的間隔 填數據做設定的 也就是說 第2封信件跟第1封信件隔3天的話 這是你自己設定的 而3天的意思就是說今天只要拍了名片 匯錄了系統之後的第1天 它會發出第1封信 然後呢 第2封信跟第1封信隔3天之後才會發送出去 所以啊 假設你這封信是第 第5天之後你才去新增 然後你寫3天那對方肯定說不到 因為你已經隔5天了 在他裡面的排程電腦排程系統裡面 並不會發出這封信給對方 但是如果說 你設定好了這2封信之後 然後 你今天 掃門了一張名片進去的話 那這一個人會 今天馬上收到第1封 隔3天之後他會收到第2封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系列信件 等於說你今天 不管 哪一天去交換到名片 一到匯錦了這個借利庫系統的時候啊 那他就會你這邊寫幾封信 他就會發送 根據這個間隔日期去發送這些信件 如果你寫10封 他就會收到10封 依照排程式去收到 好那點這裡可以修改郵件內容 所以 他會提供你範本 那你可以點這邊去修改 那我們再把它拉下來 相信到這邊你已經會新建群組和修改新增新建了 接下來 要來準備操作App App是手機專用的 應用程式 點我繼續就點他 然後他告訴你說 後續如果任何操作問題可以點選教學 借利庫有各種操作手作都在這邊 這邊有教學 那你看完我的這段教學之後啊 其實大部分的 使用方式 就可以大概都知道了 因為他裡面這個教學 內容蠻多的 如果 如果你還有時間想要再深入研究的話 或是你想要來當借利庫的經銷商 歡迎你跟我聯絡 我會給你一個 連結 你就可以到那個連結去申請經銷商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再直接 按這個按鈕 按教學 好了 這一頁呢 就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去掃描下載名片全能網的App 然後呢 再去下載借利庫的App 下載完成之後呢 請記得注射一組全能網的帳號 等於說這兩個App 不過呢 你目前已經有借利庫的帳號了 那 這個名片全能網呢 這個名片全能網 你必須要記住這個 一個帳號才能夠使用 好 那手機準備完成後呢 請務必記得先建立群組 就剛剛我們那個流程嘛 並且在群組中建立你想要給朋友或客戶看的資訊之後 再開始拍攝名片 不然你拍完名片你 你並沒有內容可以寄給對方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先建立群組然後 還有那個 任務裡面的資訊 的信件內容 或者是簡訊的內容 建議在這個群組或信件都弄好之後呢 第一張先拍攝自己的名片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拍名片 直接在手機裡面手動輸入你自己的email做測試也可以啦 好 恭喜完成 點這邊回到後台 好 我們就點這個按鈕 好了 免費體驗會員 劉小程 那 免費體驗會員呢有兩個月的使用時間 如果你沒有付費的話 你有兩個月使用時間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發送系列信件 他只能夠發送 自己的第一封信件 他不能夠發送系列信件 好那如果你要購買的話呢 按右下角這個我要購買 然後他這邊就有 繳費成為會員 台幣4000塊 那 為什麼他不是秀8000多塊 因為原廠他賣8000多塊 你會 你會秀出4000塊原因是因為 你透過這個網址 bit.ly j-fre 你是透過這個網址點進去按立即體驗的 那因為 那個 因為這個網址是我給你的 因為我是經銷商所以 你透過我去購買的話 你可以 只要用4000塊 你透過這連結去購買的話 你只要花4000塊就不用花到8000多塊了 就不用花到8400吧 好這所以 如果你不是從我的連結進去而是直接到他們公司原廠去的話他會秀出來8000多塊 然後你付費方式呢有分為 ATM轉帳 然後零貴 繳款 或者是到便利超商 或者是線上刷卡 或者是PayPal 那他有告訴你說如果線上刷卡的話會多3.5% 如果是PayPal付款的話會多4.5% 好那不管你看你要用什麼方式假設我要用 PayPal 然後 好我發票捐贈出去然後按確定送出 好這時候他就告訴你說好這個 台幣4000塊 然後 確認送出 好然後這時候呢因為他PayPal會多出剛講的4.多%嘛所以他經過會變成4180 那你可以 按這個 點尺開啟PayPal付款然後你就點他 他就會幫你點到PayPal的頁面去 付款頁面去這邊有沒有4180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使用PayPal帳號付款 或者是你要用信用卡可以在這邊輸入 那PayPal這邊 在PayPal這邊用信用卡付款會比較貴因為4180嘛所以 不建議啦 如果 我們先返回一下 然後你可以 你可以按垃圾桶把它丟掉 丟掉 那你再按一次我要購買 那譬如說這次我不要用 PayPal我用線上刷卡因為他是扣3.5%嘛 剛剛的PayPal扣4.5%比較貴 假設我就用信用卡刷卡3.5%的話 好確定送出 他就會產生一張訂單 這邊按確認 好 所以剛剛是4180現在這個變4140嘛對不對 因為%數比較少 然後點尺開啟信用卡付款 就點這個信用卡付款 他就會跳出這個信用卡刷卡界面 好然後確定付款這樣 就可以用信用卡去刷卡 好先回到上一步去 OK 好這個就是借利庫的 第一次登錄的介紹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介紹 怎麼樣去 下載這個app 安裝這個app 按下載的 是 早點 請 要